这是一起公认的这疆第一血案 即使包整遇到 也会告老返乡 扑朔迷离的案发现场 跌宕起伏的侦破过程 从1995年开始 整整22年 一人完成七起惊天大案 残忍杀害死人 强夺财务三百余万元 为了抓到他 浙江省动用警力几万人 排查十多万人 甚至为了他 不惜引进新的刑侦技术手段 直到嫌疑人盗案的那一个 你都会拍案成块 甚至喜极而起 深夜旅宝来看 催眠好奇又下饭 时间2007年11月6日 地点 浙江省朱吉市 这天 当地公安局接到一起离奇的警听 有群众报警称 朱吉市一家名叫嘉瑞珠宝行 发生了一起高压电杀人案件 我感觉到很奇怪 用高压电杀人 这种方法以前是没有看到 很快 警方来到了案发现场 通过勘查 技术人员在值班室的后窗 找到了一根导线 上面还缠绕着绝缘交代 而导线的另一头连接在高压电电箱上 很明显 嫌疑人打算使用高压电电晕值班室的保安 可由于电路知识的短缺 导致高压电短路 现场产生巨大火化 同时还触发了供电局的报警系统 见此情景 嫌疑人只好就此作罢 落荒而逃 原本以为这是一起简单的畏罪案件 但通过对现场做了更详细的勘查后 警方敏锐感觉到 此案的嫌疑人可能就是那个曾经犯下惊天大案的嫌疑人 他的出现让这江省的警察无不紧绷神经 这一切要从1995年12月说起 在这江省宁波市 有一条繁华的中山东路 也就是在这里 有一家非常出名的绿洲珠宝行 在12月的某一天 犯罪嫌疑人首先娴熟地攀爬到绿洲珠宝行顶楼 在里面躲藏一天后 直到凌晨时分 他来到一楼的营业大厅 用极快的速度将两名保安制服 之后撬开四个保险箱 劫走了11公斤的黄白金首饰 实质160亿元 离开现场时 嫌疑人又将两名保安无情射杀 在此之前 宁波从未出现如此重大的刑事案件 案情极为重大 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 并组织这江省的刑侦专家到现场进行勘查 然而 案件侦破的难度远超所有民警的意向 种种痕迹都在说明 嫌疑人做案时都做了充分准备 甚至做完案后 对现场也做了一定的清理 麻雀从天上飞过都会留下痕迹 更不用说犯罪嫌疑人在现场做过案 为了能找到他的蛛丝马迹 技术人员做到像鹰一样敏锐 像狗一样秀敏 就是在这种切而不舍的坚持下 技术人员在案发现场找到了一些鞋印 对于这些鞋印 有部分技术人员提出了质疑 在一个偌大的商场 出现几枚鞋印 根本无法判断这些鞋印 哪个是嫌疑人留下的 哪个是顾客和工作人员留下的 因而 这些鞋印的利用价值并不大 没有办法 技术人员只好继续在现场寻找有价值的线索 就在这时 有人给警方反映 说绿洲珠宝行的电话打不通 一个24小时都会在线的电话 为何在此时打不通呢 侦察员打算前往机房一探究竟 就是在这里 侦察员发现了嫌疑人的血印 并对嫌疑人的作案过程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 嫌疑人首先攀爬到绿洲珠宝行的顶楼 进入电话机房 切断电话线并掩藏在此处 凌晨时分 嫌疑人乘坐电梯来到一楼实施作案 通过现场痕迹和研判分析 警方判断嫌疑人应该为一人 而且作案时带有两把枪 能判断出这点 主要因为技术人员在现场找到了两颗发射方式不一样的弹头 除此之外 技术人员还在现场找到了一支自制的销声器 一根自制的四节翘管 一把骨饼尖刀和一捆军用背包带 还有一副橡胶绝缘手套 而通过对电话机房那没鞋印的分析 警方推测犯罪嫌疑人身高在一米七左右 体态中等天手 同时还具有很强的攀爬能力 加之嫌疑人能一人制服两名保安 案发周边的群众都在猜测 嫌疑人可能是一个江洋大盗 或者是一个武林高手 对于嫌疑人有入伍的经历 警方也表示了认同 因为在案发现场嫌疑人遗留了一捆军用背包带 而且上面还有印章 难道嫌疑人正是一名退伍军人 随即 侦察员对案发周边的退伍军人做了大规模的走访排查 然而 在调查完六千多人后 侦察员还是没找到任何可疑人员 为了不放过这条线索 公安局安排特定人员到各个部队进行考察学习 在经过长时间的观看了解后 发现嫌疑人的攀爬技术与专业人员的攀爬技术 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 因而警方排除了嫌疑人是军人的可能性 虽然嫌疑人不是军人 但刑侦专家从现场遗留的子弹判断 判断嫌疑人有两把枪 一把自制枪制 而另外一把是制式手枪 自射的是前苏联 托卡罗夫的枪制 他使用的子弹是522 522的子弹 得到这条线索后 这将警方立即赶赴中缅边境和中越边境 即使克服了种种困难 警方依然无功而返 这条线索的排除 警方只好从在现场找到的橡胶绝缘手套开始查击 这种手套销售地在华东六省一市 这说明嫌疑人是这些地方的人 或者曾经去过这对于现场遗留的自制销声器和撬棍 警方更是找不到销售地 到现在警方掌握到的线索仅此而已 甚至都还不知道嫌疑人是不是就是这将人 还是流窜作案 唯一能确定的是 嫌疑人作案时做了精心策划伪装 警方根本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警方在找线索 排除线索的死循环中慢慢度过 时间来到1998年4月 某一天凌晨 浙江省绍兴市粤城区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 报案人声称当地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发生了持枪抢劫 通过后续的勘查和走访排查 警方确定嫌疑人通过攀爬来到公交大厦的三楼 在里面躲藏到深夜 可由于作案时被巡逻保安发现 期间还与嫌疑人发生了四打 为了能尽快逃离现场 嫌疑人更是开枪打伤了保安的大腿 这说明嫌疑人 在案发现场同样没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但这次警方打算转变思路 想着嫌疑人在逃跑时是最放松警惕的时候 或许在这期间 嫌疑人会犯下致命的错误 果不其然 在对嫌疑人的逃跑路线进行搜索时 侦察员找到了一根撬棍 五枚自制手雷以及一枚自制引爆器等物品 就是在这个引爆器里 警方第一次得到能直接证明嫌疑人身份的东西 这是一个用打火机包装和制作的引爆器 就是在这里面 技术人员提取到一枚指纹 另外 嫌疑人还在现场遗留了一顶老头吗 和一个自制的销声器 在销声器的内部 技术人员发现了几十个剃须刀的网站 而这些东西的生产厂家正好位于浙江省朱记市 就在警方对这些网罩的销售地进行查询后 发现朱记市有几百个网罩生产厂家 而他们的产品还会销往全国各地 看似很关键的线索 再次无功而返 至此 警方又陷入了付出无尽的调查 却无法得到成果的怪圈之中 当然 几年时间的调查 警方并非一无所获 通过对嫌疑人遗留在现场的误解 警方推测嫌疑人应该就是浙江省本地人 因而不需要全世界去找他了 只需要在浙江省去找他了 这一招又用了六年 时间来到2004年1月22日 也就是大年初一 这天 朱记市某商场保安下根法相往常一样 赵立对商场进行巡逻排查 就在这时 他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个黑影 本着负责的态度 下根法追了上去 谁知 对方直接向他挥了尖刀 眼看下根法死死抱住他不放 那个黑影向他开了一枪 之后沿着原路仓皇而逃 就是在这期间 嫌疑人将自己的作案枪支 遗留在现场 同样 遗留的还有呼吸和撬棍等工具 通过对枪支里的子弹型号进行分析 警方确定之前 一直在寻找的犯罪嫌疑人 又一次出来作案 时隔六年 嫌疑人精心谋划了作案事件 为了掩藏自己 嫌疑人还带了一个用毛线裤制作的头套 万幸的是 保安与他缠斗时 将嫌疑人的头套扯下 可由于灯光黑暗 情况紧急 保安并没有看清嫌疑人的外貌 在这个头套里 技术人员提取到嫌疑人的脱落细胞 并成功提取到嫌疑人的DNA 这也是既之前那枚指纹外 另一个能直接证明嫌疑人身份的物证 不仅如此 警方通过那个头套大致判定出嫌疑人的年龄 通过请教百货市场的工作人员 警方确定这个被嫌疑人制作成头套的现故 一般适合四到六岁的女孩穿 这就说明该女孩是在1998年左右出生 再结合普遍的结婚年龄 警方推测嫌疑人是在1971年左右出生的 在结合之前案件中得到的线索 警方对嫌疑人做了大体刻画 他应该是朱继人或者与朱继有关 身高在1米7左右 1971年左右出生 有一个四到六岁的女儿 而且还有很好的攀爬能力和身体素质 有了这些信息后 警方打算来一次大海捞针 组织大量侦察员 对朱继是做了全方位的排查和走法 结果让人很意外 警方还是没查到类似可疑人员 时间来到2007年 也就是一开始提到的 加瑞珠宝行抢劫案 通过技术人员的勘查 他们在现场找到了一个饮料瓶 而这个饮料瓶正是嫌疑人 作案时留下的 技术人员在饮料瓶里 再次提取到DNA 而这次 技术人员提取到一个女性 和一个男性的混合DNA 通过一段时间的提取比对 技术人员只能提取到 一枚完整的女性DNA 可那名男性的DNA提取的并不完整 只能提取到外染色体 也就是男性遗传染色体 虽然这个外染色体 与之前提取到嫌疑人DNA 可以比对上 但不能证明两个案件的 嫌疑人为同一人 不过 在将女性DNA与嫌疑人DNA 进行比对检测后 发现两人存在亲子关系 这说明两起案件的 嫌疑人为同一人 而这名女性很有可能 就是嫌疑人的女儿 这条线索的获得再次验证了警方之前的推测 在2007年 浙江省已经慢慢开始普及安装监控探头 这次警方打算从监控录像出发 试着在这里面找到嫌疑人的行踪轨迹 侦察员调取了案发周边所有的监控录像 在观看一段又一段视频后 侦察员发现一条重要线索 在11月6日 他们发现有一个男子拿着断线钱来到案发周边 没走几步就开始东张西望 刑迹十分可疑 除了这个原因 警方能怀疑他的主要原因是 在案发现场 警方也找到了这样一把类似的断线钱 种种线索都在说明 该男子有重大作案嫌疑 侦察员打算以监控录像 对该男子的行踪轨迹做后续调查 可让人奇怪的是 男子在监控录像中出现了一次后 就人间蒸发般 再也找不到他的踪迹 为了确定该男子手上拿的断线钱 就是案发现场的断线钱 侦察员做了一个模拟实验 从商场买了不同型号的断线钱 让侦察员在同个监控探头下来会走动 最终通过录像的比对 侦察员意外发现 男子手中拿的那个断线钱 比案发现场的断线钱要小 通过这个模拟实验 男子的嫌疑被排除 刚刚燃起的希望又再次破灭 嫌疑人作案后又这样消失了 案件转机发生在2016年 为了能彻底将此案侦破 浙江省公安厅成立专案侦破指挥部 并组建了生物检材排查组 视频追踪组 指纹比对组 重点人群排查组和大数据分析组 这五个专门突破组 很快 视频追踪组的侦察员 就得到一条重要线索 通过调取仅有的监控录像 在观看一遍又一遍后 一个黄衣男子进入侦察员事业 该男子在案发前多次来到案发现场 就像是提前踩点 在做了更深入的研判后 侦察员发现该男子在离开现场时 有一个擦拭灰尘的动作 之后还随意地点了一根烟 之前 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了 嫌疑人遗留在现场的起爆器 而这个起爆器正好是 打火机包装和制作的 这说明嫌疑人应该是一个烟民 除此之外 该男子所穿鞋子 与案发现场找到的 鞋印高度相似 而且他的身高年龄 与警方之前对嫌疑人的刻画也大致相符 因此 这条线索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 然而 由于监控录像的清晰度有限 侦察员无法得到黄衣男子的面部特征 警方只好请求画像专家的帮助 对黄衣男子的面部进行清晰化处理 最终 在利用各种技术后 男子的头部被制作出来 之后 警方对蜡像进行翻拍 或许这些照片能让他们在系统中 比对上相似人员 就在视频追踪组加紧调查时 生物检材排查组也在加紧工作 一开始 所有人都对他们寄予厚望 认为DNA比对能更好地找到协议人 两轮实验 前面两轮实验就失败了 我也觉得确实是心里很难过 觉得没有做出来 那么我说再试一试 那我就对这个方法就细致 我想我这样子做过 如果再做不出来 那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超越常规的付出 终于取得了超出常规的突破 在一次次技术升级后 警方将嫌疑人确定为徐姓家族的某一位成员 这一份长24米的家谱 就是徐姓家谱 此时警方已经确定 嫌疑人就是这个家谱中的某一个人 在这张家谱上 符合嫌疑人年龄特征的总共有2000多人 十几名侦察员用14个月才排查完 而这仅仅是徐氏家族的一个分支 要想找到嫌疑人 或许还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 就在生物检材排查组还在努力排查时 重点人群排查组也正在紧张的工作中 他们对诸记是符合条件的男性做了排查 重点调查有女儿的男子 就是在所有人的努力下 这起案件的档案达到了400多件 物证达到78件 这时大数据分析组就要开始他们的工作了 他们将这些纸质档案全部存入电脑中 为大数据的碰撞提供了条件 正是因为各个侦察突破小组开展工作打下了基础 指纹比对组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些物证和数据 在刑侦破案中 指纹一直作为证据之手 之前警方从引爆器里提取到疑似嫌疑人的指纹 可由于这枚指纹有滑动的迹象 警方一直无法充分利用它 直到2017年3月27日 指纹识别技术有了质的飞跃 这将警方打算请求北京公安部的帮助 希望他们对该指纹进行分析研判 一段时间后 好消息传来 这枚指纹与一个叫徐某的男子成功比对上 据调查 徐某 这江省宁海市人 1972年出生 现住于这江省诸记市 是一名机械加工工人 而且还有一个女儿 种种信息都在说明 徐某就是警方找寻了22年的凶手 当得到这个信息后 所有的办案民警都为之兴奋 不由为战友和自己补起杂 2017年3月29日14点21分 警方在这江省诸记市某旗牌室内将徐某成功抓获 到案后 警方首先采集了他的DNA 通过比对 徐某的DNA与嫌疑人的DNA高度吻合 指纹和DNA的双重比对 让警方确定这江第一悬案的嫌疑人就是徐某 然而 令人没想到的是 面对这些铁证 徐某始终一言不发 更不会交代自己的犯罪行为 徐某为什么会这样 难道这背后还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随后 警方与徐某的妻子进行了谈话 在警方口中 徐某妻子才得知 与自己同床共眠20多年的丈夫 原来是一个杀人恶魔 据徐某妻子描述 在1998年 他与徐某认识 那时 徐某特别有钱 整天手拿打疙瘩 家里还有一幢四层小楼 可由于徐某好赌 家常很快就被输光 在了解到徐某的大致人生轨迹后 警方再次对他进行了审讯 或许是看到警方的真诚 也或许是承受不住心理压力 徐某开口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与此同时 他还交代了另外三起起案 1993年9月 在浙江泰州医院抢走住院部收费处数万元 1994年7月 在浙江临海城南信用社杀死信用社女值班人员 并抢走财务若干 1994年11月 在浙江某商场杀害商场值班人员 抢走黄金珠宝若干 价值7万余元 另外 徐某还交代 自己的哥哥也设计部分案件 2017年3月31日 徐某哥哥在家落网 在他的指认下 警方在其家中找到了部分赃物 到此不禁让人好奇到底是因为什么 让徐某变成如此丧心病狂的杀人恶魔 在徐某眼中能发生这一切的原因 都是因为自己的家境贫寒 为了能改善家庭条件 徐某也多次做过努力 可最后偏偏走起了邪道 徐某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回家 19岁时 在一家水泥厂打工 繁重的体力活让他很快选择了放弃 之后他一直游手好闲 直到1993年 21岁的徐某生病住进了泰州医院 可由于家穷 没有痊愈的他只好回家 也就是从这时期 他开始有抢劫念头 由于熟悉泰州医院 他深夜独自潜入泰州医院 制服值班人员 抢走数万元 得到这些钱 徐某打算过正常的生活 他找了一家卫校去读书 原本打算在这里学点技术 谁知 进入校园的他就把心思花在 怎么讨好同校女同学 为此 他先后作案两起 并杀害了两人 之后 徐某使用赃款 让一家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并给自己买了一栋四层小楼房 但毕竟杀了人 当时的徐某内心十分害怕 没有办法 他只好来到了越南 打算在这里避避风头 可那边的生活习俗 自己又不习惯 徐某回到了浙江 从越南回来后 徐某制造了震惊 全国的宁波绿洲珠宝行业 这次 他使用在越南非法购买的枪支 杀害了两名保安 并得到了九十多万元的赃款 也就是从这时期 徐某染上了赌博的恶习 不出意外 之前所有非法得到的钱财都输得精光 直到警方抓到他的那一个 他和妻子打工勉强度日 即使这样 徐某也不会忘记去棋牌室赌博 到此 案件真相大白 2017年11月21日 徐某被判死刑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他和妻子打工勉强度日